有点当头我是维尔 只有高照我是卢卢 是的那我们今天的这个课题呢 就是这个网络时政要谈一谈的 就是关于泰国 这个泰皇呢就去世了嘛 对不对 可能很多人关注说 泰国这个大家把泰王当成 这个当全民父亲 或者当成神来看的这个角色 如果不在了过后 对泰国内部会不会有一些什么影响 可以从各种方面来 可能分析吧 从可能整个政治局势啊 就第一个大家可能比较关注的 另一个呢就是经济局势啊等等 那当然呢 究竟这个泰王他的去世 对泰国的政治和经济 会有什么样的深远影响呢 这个媒体呢 可能有不同的这个角度来看 那一些这个学者呢 有不同的角度来看 那当然可能大家更关注的 如果是做生意的 是在这生意方面 那除了这个做生意的人之外 其他泰国内部的民众比较关注的 就是一些政治局势 因为毕竟就听说 可能他的孩子要上来接任啊等等啊 这些都有在提到了 那当然今天呢 我们就邀请到 我们的这个一位财经评论员 就万希伦先生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了 万希伦先生早上好 早上好 大家早上好 早上好 有什么样的分析和看法 好 他们就会想尽量一些方法 需要使用一个更加 优秀或者是更加影响力大的 那个国王来取代 泰王 那么很可惜 就是在这个时候 站出来找不到 OK 所以这个会 会投下一些不确定性 OK 那么就剩下就是看 黄派的那个 红派的所谓 红派的那个塔兴派 就是民主派 他们会有些什么行动 但是 他到现在 暂时还没有看到有什么动作 但是这个无论是 黄派和红派 他们对于这个泰王的驾崩嘛 肯定都是属于一种 是看成是一个机会呢 还是看成是一个危机 因为毕竟你看 从整个过去的这个历史形势看起来嘛 就是你说宝王派 这个是在黄山军 对不对 然后红山军 自然他们对泰国 泰国国王的也是非常敬重 所以他们会看成这是一个危机 还是一个商机 毕竟如果泰王驾崩过后 无论谁上任都好 这毕竟他们的这个制度 首相还是首相嘛 对吧 就是国王还是国王 国王基本上也没有办法 完完全全的插手 在于政治这一块 所以对他们来说 难道会有危机和这个 转机的一种分别吗 那就要看一下 对然我们也知道 泰王只是一个象征性的 他对于越实权 但是其实他对民间的影响力 或者甚至是所有泰国的影响力 还是存在的 只是说在政治上面 就算是军派的也好 或者是文人的政府也好 他们都相当的尊军海王 在这种情况下 你所依靠的一个精神领袖 突然间不在了 那么现在这几天 整个星期过去了 都看到了就是一片的 那个黑衣啊 什么之类的 大家都看到了 暂时还没有任何的动作 但是很难保说 在过几天比较冷静 或者是过去了过后呢 就有一些派系会开始行动 我们担心的就是这一点 那无论是怎么样都好 那现在我就当做可能是 暂时是比较平稳的 并没有红衣黑衣的分别 大家都穿黑衣白衣而已 到目前为止 可能这个现象不确定它会维持多久 但是从如果现在的局势来看 来分析的话 它会不会影响泰国内部的一些经济局势 然后这是对内 那对外又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影响 对内和对外 我们从这两个角度先来看一看 OK 那么经济的影响的话 由于泰国也是属于一个出国为主的国家 OK 然后它另外一个最大的那个经济贡献体 就是旅游业 OK 那么在这种两种情况之下的话 它的外汇或者是股市方面的话 如果说到一个比较大的波动的话 就会直接的影响 但是从泰国加坟到现在 我们都没有看到有些什么分别 反而有起上涨 OK 所以意思是说 泰国其实入院到现在 也不是这两天的事情 已经好几个月了 那么整个市场的已经是 非常的 怎样说 都消化完所有这些不利的因素 所以反而加坟的消息一出现过后 市场会说 总算是决定了一件事情 那么整个汇率跟股市反而是大气 或者是起大概是几个爬 OK 那么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任何迹象 显示经济会有受很大的影响 在这方面的话 除非是说在重演十多年前 那个给人公寄的那个戏码 要不然的话都不会有任何东西 因为我们也知道泰国的历史 从以前到现在 它都没有发生过战争 或者任何的纠纷 不要讲国内的了 那么唯一一次属于比较战争的形式 就是98年那个货币战争 我们这样子来看 就是当我知道这个消息 就是说 在泰王驾崩过后 竟然那个股市是不跌反涨 对 然后这看起来好像有点违反自然现象 我说违反自然现象 就是我们从泰国人民的这种心情 或者他们对泰王的爱戴来分析 就看到说 就觉得说 如果泰王驾崩 我们您刚刚也说 泰王是它牵动着整个国内的一些局势 无论是经济政治和文化那些各方面都好 它都牵动着 很细细地牵动着 那换句话说 我们可能会比较有理由相信说 泰王驾崩过后 可能对这个经济的影响 最直接的可能会开始看到股市 可能有一些滑落 但不至于崩盘 这不可能 而是滑落 但反正正好相反 它就上涨了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种解读方式呢 为什么它上涨 或许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吧 台湾的影响力是比较属于软性的 或者是说比较属于缓慢性的 它不像一些政治人物的 或者是一些王室的影响力 这么的直接 跟这么的那个我们就叫做Hot Impact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 除非泰国人民或者是任何一个派系 有任何的动作 要不然的话 暂时因为对着泰王的尊敬 任何人 甚至任何派系都不会做任何东西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 你要窃取千重浪或者什么 也相当的有挑战性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因为泰王对他们的影响是一种 比较内在的 就是在精神上的 精神上的 所以我不觉得他们现在暂时还是 我们说英文还是相当的情绪性 emotional 在整个国家 所以我们所看的 我们所预测的 或者是所等待的那种一些滑落 或者是它都不会出现 所以这是一个暂时性的现象吗 还是说它会持续平稳 一直平稳到到有任何一位开始行动为止 就是说你需要在一片平静的午水里面 你要丢几粒石头 所以在您的分析看起来 就是迟早都会有一方是采取一些行动的 万一如果没有任何一方采取行动 那也没有事情发生 也不会有什么事情发生 所以还是持续平稳下去 持续平稳 一直到明年 到王鼠 据位成新的泰王为止 所以我们假设就是这个王鼠顺利成章的 也顺利的登机了 成为新的泰王 那这段时间 还在登上这个泰王这段时间 所以根据大部分这些财经专家的分析 是不是说可能也不有太大的波动 如果没发生事情 所以唯一有波动的情况 或者是概率就是 有人不想王鼠登机 好 那我先 那有很多假设 很多想象空间 现在 我就说如果好了 那假设真的有人 有人做了一些事情 不要让这个王鼠登机 会发生什么样的 我先我们从经济上来看就好了 它会引起什么样的一种 很大的一种海啸和波动 海啸跟波动 基本上的话 那要看是谁 假设是有人 是要阻止或是什么的话 是谁得到最后的胜利 所以是看谁是最后的胜利者 是 那么现在很明显是有两派 就像王室里面的斗争也是有两派 就是王子跟二公主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假设我只是做一个假设 那么假设王子顺利 王室顺利登机成为新的太王 那么可能会有一些些波动 假设是公主成为第一位女王 那么一切都会平稳的过满度 所以是 就好像去神年前 发生的那件事情 就是说 太王的哥哥 突然间在卧室里面被人枪杀 那件事情就很快地改过去了 一直到现在还是悬安 你说是因为是没有人去调查 所以是悬安了 所以是意思是说 那泰国的民众 就是内部会更希望看到谁上位 这个军事到 除了我刚才我们所谈的 就是说 就是泰国内部的一些因素 那么我们也不要忽略外部的因素 泰国也有它地理位置的关系 所以它通向来都是 东南亚政局 或者是政治版图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地点 那么这也造成很多外国的势力的干预 当然这些都是比较隐移的干预了 所以要看一下看 其中两个大国 他们的那个角力会去到哪里 指的是中国吗 中国跟美国 对 那是美国现在自顾不暇 所以一切都要等到12月过后 但是我们又再假设 如果美国也出现一位女总统 那么根据她的那个关系 她之前 在升任国务卿的时候 她第一个访问国家就是泰国 大家不要忘记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假设第一位女总统出现的话 那时候泰国应该还没有 真实的确定她的国王 对吗 那么一些很多很复杂的变数 就会在那里出现 所以反而外部的影响 会比内部的影响还来得大 那这种外部的影响呢 如果真的是有比 假设就是美国和中国方面 我们还不确定 因为中国那一边呢 我们还不懂她对泰国的内部的态度 是怎么样 甚至也没有发表 好像我没看到了 没有看到 对 没有发表任何言论 关于说要王主啊 还是什么 一切都很平静 对很平静 美国但是因为自顾不暇 像已经说了 也没什么太差 但是确实 如果我们先撇开 这两个外部因素来说 就看她自己内部的一些因素来看吧 内部因素 我们其实也没有办法去分析到太多 因为毕竟就是洪荒这两派人的这个 这个抢夺啦 这个权力斗争 好 我们就看泰国的 它内部的这个经济 无论是谁上去 它是不是真的不同的人上去 它又带来不同的这个影响 还是说无论谁上去都好 它的经济局势基本上 还是会会有一个固定的方式在发展 基本上这70年里面 泰国从一个一个农业国家 从每人平均所得只是那么多的200块美金 一直到现在近时近日的 每人平均所得7000美金为止 他们是属于发展的相当的好 OK 但是不要忘记 这不完全是一个王室的功劳还是什么 基本上它这么多年 70多年里面 也这么多次的政编 然后不同的政府在上去 但是有一个共同点 大家不要忘记的是 其实军人在背后控制着一切 所以只要任何人上去都好 不管你是保王派或者是民主派 但是只要有军人在背后支持的话 那么一切都会维持稳定 然后会不断的向前发展 所以那老实说 就是我听起来感觉是没有影响了 就是无论谁上位都好 只要是军人的支持 对军人支持 他还是稳定的发展的嘛 对 那军人 好那我们现在看回这个现象了 军人会站在哪里 感觉上 是吧 你看 你说军人支持 他就稳定发展 那军人是站在哪里 军人也是会看风的 看风的 是不是 那么只要对他一切都是利益嘛 只要是对他们有利的 OK 他们是不介意站在保王派 或者站在民主派 那么很明显 最近的话 他们就是站回去保王派了 所以在此 这个就是新的国王 必须要会 要像跟他们 军人保持一个密切的合作 那么他们就会 继续的维持整个国家的稳定 OK 只要新的国王 不听话 或者是不保持合作 那么很可能 他就会倒去另外一边 因为怎么样都好 民主派还是得到中国的一个支持 民主派是得到中国支持的 对对对 那换句话说 另一派是会得到美国支持吗 是的 那如果这样子看来 其实 谁 那美国自然会 就就如果说中国 现在没有做什么东西吗 对吗 两边都没有做什么东西 那如果除了这两个国家之外 其实在外面的这个 毕竟你整个经济 你不单只是两个国家影响 但他们是两个是比较主要的啦 对吧 泰国的人民更希望 我们 因为我不确定 这泰国局是怎么样 泰国人民其实更希望 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局面 是得到中国这方面关系更好呢 还是跟美国关系更好 还是说 我希望就是两边都好 就是左拥右抱 这个要看回 自从上一次他们拍戏斗争 国家的拍戏斗争 一直到现在 已经也好几个月啦 或者是也没有超过一年了 都相当的平静是吗 就是太平静了 所以其实不懂怎么分析 感觉上太平静了 是吧 很平静很平静 所以 其实泰国这次泰王的加奔 也不懂是不是正合十一还是什么 就是说他并没有切取太多的联谊 一切都在等待一个新的一个结果在出来 那么这个新的结果还没有出来之前 任何人都看不出到底他会向哪一方面的发展 有一种感觉是三与一来丰满 就是你看到好像很平静 就是那种平静是有点恐怖的 你基本上没有看到太多的新闻报道 也不懂大家对这些事件有什么样的看法 无论是国内国外都好 像国外甚至我们刚才说 中国没有什么特别意见 美国也没有特别的说法 然后当然也许大家都有自己的事情在忙 或者自己的内忧 没有时间去想太多吧 但是像您说的 泰国也是一个非常主要的经济熟悉 就是在东南亚或者东盟这一块 它事情也非常重要的 那我们怎么去分析它未来的经济局势呢 如果我们看不到 有没有一些点我们是可以抓得住的 基本上是这样子 如果一切平静下去了 那么他们只会在优伤期限 可能就是那么在一个月还是什么 过后一切都会有正常 就是说一年不是吗 政府的是说一年了 但是私人节的话 还是不可以太久了 不然就不能生存下去了 马照跑的舞还是照跳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是 需要用多一个大概两个多星期 或者是最好整个月的观察期 那么看一下看 其实最重要就是 11月过后 12月过后 11月过后 11月过后 地区的另一端决定了 他们就开始会有一些行动会出来的 那目前整个市场上会不会人心惶惶 就好像很担心 还是大家都很安心 之前还会人心惶惶 但是现在已经是不会了 就大家平稳下来 都已经平稳下来 因为我所接触的就是说 每一个分析员或者是说 一些投资者之类的话 都是相当的冷静 然后停下来了 那么就是大家都放眼看地球另外一边 地球另外一边 看美国 大家都关注美国 其实美国局势也是 也是 又来为妙了 又来为妙 但是你就看起来好像 也有一些明朗化 又好像不明朗化 对 所以可能就是泰国的这个 反而没有人关心 大家更关心美国 是的 这也是应变岛 其实是泰国的那个影响 已经是泰王的影响 加班影响 已经去到一个 是非常非常微小的 所以对于投资家来说 或是对于做生意的人 他们其实也没有太在意了 没有太在意 因为基本上也不会有太大的一个变化 好 那假设好了 我们现在就把这个聚焦点拉放远 我们来看 说美国 毕竟美国也是 你刚才说 如果是女总统出现了 那她会对泰国 带来什么样的一些影响 公主可能会有机会 大家都是同性好商量 对不对 基本上的话是 美国他们是属于一个 他需要用王室作为一个 我不可以讲是一个棋子 只是说一个象征去控制这整个证据 因为每一个人 或者是美国人也很清楚的知道 王室是一个稳定泰国社会的一个力量 谁可以跟王室高密切的合作 就等于控制了这个经济虚拟 这样我这么来看 无论谁上任都好 其实我是说美国 无论谁当总统都好 那在泰国这边 无论是王储也好 或者是恶公主也好 他们也没有见得对哪一位有特别的一些关系 对 都一样嘛 对不对 暂时都一样 暂时都一样 那就是说谁上任对泰国也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对吗 就是说谁当上这个总统的话 对泰国的局势 政治也好 经济也好 是不会直接影响的 除非泰国也发生像菲律宾这样的事情 暂时看起来 暂时还看不出来 完全看不出 但是这种东西是你要一讲又反就就直接反了 所以是完全是不可以预测的 泰国的外资是怎么样 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特别现象的 暂时来讲还是没有大部分的影响 因为制造业 大家都知道制造业现在整个亚洲还比较发多的国家 制造业都是在泰国 甚至那些光钢业 农业它也是占了一个相当不小的比例 所以在这方面的话 都没有什么特别的大的影响 所以外资还是挺安心的 相当的安心 对 是说 都说 因为现在是完全是一个很平静的湖面 所以外资也找不到一个理由说我要撤资还是什么 没有这样子的理由 也没有理由要注资也没有理由要注资 总是保持现状就对了 保持现状 然后一直等到新的国王肯定下来 不管是哪一边都好了 然后也是最重要还是他们还是会看回水月的成绩 那中国呢 我们刚才没提到中国 中国也没有什么表态 那为什么中国好像也没有什么意见呢 因为中国跟泰国的关系是挺密切的 非常密切 之前又传出消息要开什么运河 克拉运河 但是这个好像是 这已经是旧消息 是虚报的消息 对不对 所以但是他会传出消息 他也证明了一件事情 就是泰国跟中国的这个关系呢 是真的密切到一个程度 就是说 他可能需要依靠泰国 就是中国需要泰国这个部分呢 让整个东南亚的整个经济还是局势呢 需要靠他们那边 可能一个配合才能够掌控得更好 或者能够平衡得更好 那中国这一方面是怎么看泰国的 这个整个泰王驾崩的这件事情 照我现在看的情况也是 虽然中国跟泰国的关系就相当不错 但是其实中国也相当的清楚 泰国是比较清美 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 他必须要有一个制衡点 在我看来现在中国所拥有的 除了国力强盛之外 就是另外一个就是钱多 所以在 这也是解释了为什么菲律宾会靠向他 是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要先质问问一下 泰国需要更加多的外来资金吗 对 这个有可能会需要吧 应该是 他会不需要吗 如果是在经济上方面来看他 其实他不需要 他可以自己足足 这样也是 OK 但是在政治方面下 可能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不管是哪一边的政治 我们看泰国内部的政治 那个实力 如果他们需要金钱的支持 去登上王位 还什么都好 假设这个情况了 那么 很肯定的是 找中国会好过找美国 找中国好过找美国 是因为钱方面的 钱方面的 但是如果假设真的他们去找中国的话 中国会有什么样的特别要求呢 因为我相信不会五条件给你的嘛 对不对 一定有一些条件交换 那再如果我们这样子来分析看 中国会对泰国有什么样的要求 OK 第一个可能性就是 他控制了整个他经济虚拟 年代的他也控制了整个马来半岛 之类的 那么关系上 他可能他也不太 他比较会注重泰国多过马来西亚 嗯 注重泰国多过马来西亚 对吗 因为只要克拉英河 假设那个克拉英河 其实计划是落实的话 基本上克拉英河以南所有的地方 都可以忽略掉了 对都可以忽略掉了 基本上都可以忽略掉了 不需要花太多的精神跟金钱的时间在这方面 但其他相关的国家 受到影响的国家 比方马来西亚是最直接受到影响 新加坡更是 更是 对吧 还有印尼啊 菲律宾我们还没算下去 如果这些受到影响的国家 我相信他不会让这个计划实现 对对对 那自然中国也要面对这方面压力 如果他要开克拉英河 所以其实那个不算是一个课题 是说因为如果我为了一条英河 我会树立这么多敌人的话 其实这盘战算不过 这是为什么我总觉得克拉英河 应该是不太可能做的 是不大可能的 是不大可能的 那么但是跟泰国思考 或者泰国靠拢的话 假设有这样的情况实现 对中国的整个计划来说 也是一个只有有其力就没有其弊 因为怎么样都好 当他成为一个亚洲的霸主 或者是说不要讲霸主 只要盟主还是什么之类的话 那么我才可以有一个实力 真正的实力去跟美国去抗衡 中国的目的真的是要 只是跟美国抗衡吗 稍微有一点题外话 目前还是可以 那是另外一个topic 那我们回来看泰国的一个经济 就是我们从刚才开始 一开始就节目之前就聊到 这个泰王家崩了 好像泰国经济 真的是没有直接的影响 所以我们就在想着 这个课题 我们应该从哪个角度来谈 但是现在从内 从外看起来 好像也没有太大的冲击 或者什么影响 还要等11月 那11月的结果出来过后 感觉上我们应该也分析了 也好像也没有太大冲击 大家好像把焦点都关注在美国那一边 那他会对整个东南亚 我就不说远了 对马来西亚 还是说可能 他跟马来西亚 也没有太多的交易来往 对不对 那对整个东南亚 他扮演了什么角色 对泰国的经济 基本上其实泰国经济 在东盟里面 它是第二大 OK 那么就是因为 它没有什么受影响 这次泰王的加分 对他整个经济 没有什么大的那种影响 所以基本上对东盟的地位也没有影响 对整个经济 基本上暂时看起来也不大会有影响 反而我是觉得 好像刚才你所说的 11月过后 新的总统出来以后 他第一个访问的亚洲国家 你就会看得出来 你是说这个泰国的国王 第一个访问的国家 还是说美国 美国总统第二个访问的泰国 他会访问 照您看来 这个不知道 他一定访问泰国吗 搞不好是访问马来西亚 还是来西亚坡 马来西亚更有吸引力 但好 假设如果这个美国总统出来了 他第一个访问的国家 代表了什么东西 他的战略考量 战略考量 就是这个重新踏出亚洲的 一个战略考量 我本身是觉得 他很大的选择是选择泰国 比较大可能是泰国 原因是什么 也是一样 兵家必争之地 如果说兵家必争之地 马来西亚相对也不差 马来西亚是不差 在地理位置上面 然后各种方面 当然如果 我们算是比较中等平和 哪在马来西亚 为什么如果要选的话 兵家必争之地 是选择泰国 而不选择马来西亚 毕竟马来西亚 下面还有这个新加坡 你在泰国那边 如果从军事方面来考量 也许会稍微比马来西亚 占有少少的优势 但是也不那么多 为什么不选择马来西亚 而选择泰国 从它历史你就可以看出 泰国是唯一一个东南亚国家 没有发生过任何战争的地方 为什么这么多年来 就是对外的战争 对对外战争 这么多年来都相当的平静 平稳的度过 就是因为它这是一块 最快地理位置的问题 是地理位置吗 是的 是地理位置 其中一个很重大的要点 是地理位置当然 另外一个就是说 可能他们的人文 泰国人民比较和蔼吧 比较就是比较爱好和平 爱好和平还是什么 但是如果你看看回历史 以前日本进了 进入侵亚洲的时候 他们也有经过泰国 所以这是我想说的 你看当这些战争的时候 他们占领的地区选择的 比如讲马来西亚 是其中一个被选择的 一个重要的点 换句话说 从过往历史看起来 我就感 我的直觉就觉得 马来西亚应该是 才是真的兵家避震之地 那相对比起泰国 泰国好像被忽略了 还是说他们可能 那时候的军事太强 没有办法攻得进去 但我觉得这不可能 不可能 所以原因我觉得说 可能刚好从地理位置上 马来西亚更是strategic 相对比起泰国 但泰国就受到保护 好像被忽略的那种感觉 所以如果是说美国 他要选择作为基地的话 不是军事基地 是他们要重回亚洲基点的话 吗 あの 感谢观看